TRAN的事實上都是膽 那這個就會產生一些相當大的困擾 所以我們其實在當時在這個設想 這個條例的設計的話 基本上是維持它的穩定性 為主要的一個考量 它的穩定性是在於 我們現在用的中文啊 你寫成啊 然後剛剛林委員的意思是說 他在所謂的外文啊 他想變成 譬如說你可能要用 香港人可能你是LAM 類似這樣子 他們願意這樣做 這是尊重他們自己的家族的傳統 等等這一些 那一般來講 應該不是你身份證上面的中文姓名 而是你在護照上面的英文譯名 他的發音 他希望用這樣的發音 而不是用我們一般什麼 那個叫做什麼 Mandarin 漢字的發音 不管你是KK啊什麼 那種的 可以嗎 我想新加坡人跟香港人 應該不會因為這樣Q彈話 如果在國外發生事情 香港人新加坡人 他們比較不會被救到 只有台灣人很好救 應該也沒有這種事吧 對 包吾委員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語言 假設一個兄弟姐妹 要的通通是定 你不用去幫他考慮他的兄弟姐妹 要不要這樣做 但是護照是他個人嘛 譬如說剛剛有提到 我比較不清楚你的 這樣蕭美琴的部分 他就不要用美琴嘛 他要用美琴嘛 現在不是所有人都叫他美琴 那有人叫他美琴 你懂我的意思嗎 那這樣可不可以 他已經換了啊 可是他是特例 那現在如果放在我們的這個 施行細則裡面 可不可以在你們的第三項 首次申請護照 或是第四項 申請換補發護照的時候 以這個為原理 你在第三項首次申請的時候 你有寫到 已經恢復傳統姓名的台灣原住民 以及其他少數民族嘛 那對於我們來講 我們少數民族 可能可以擴大解釋 譬如說你敏克啊 福建啊 廣東啊 等等 多元族群可以嗎 最重要的還是 而且我覺得原住民 你們寫得不好 原住民不一定有姓跟名耶 顧委員 我看那個 你們擬定的那個 倒數的第二項 本條例的倒數第二項 看起來意思好像是說 如果你要用母語讀音 來做音譯 只能做英文別名是不是 你們的意思是不是這樣子 你的中文姓名就沒有再更改了 那個是你的身份證上面 現在是護照上面的意思 那個別名那一部分 基本上是尊重當事人自己的選擇 那你現在假設是按照他的手 你要求他的這一個 護照上面的外文姓名 是以中文姓名之國語 讀音逐字音譯 為英文字母嗎 那你現在這個中文姓名的國語讀音逐字音譯 是不是就等同限制了他 以所謂的他的母語來作為 讀音的逐字音譯的一個 作為一個限制 那而且 而且你現在這個國語讀音的 國語讀音的逐字音譯 你是用什麼樣子的音譯方式 現在音譯不是有很多種嗎 有這個什麼 通用 我們部裡面現在 在領務局在製作護照的時候 各種像通用 這個拼音我們都有接受 就是一個中文字 那你這樣就已經沒有一字性了 就是說 就是說我即使依照你所謂的國語的讀音的逐 國語的怎麼講 你要用什麼 國語的讀音來逐字音譯 都還有兩種或三種的這種拼法 都有不同 那這樣子的時候 他要用他的母語來音譯 來逐字來音譯 為什麼也不行 那個 報告委員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的護照 大部分都不會是做第一本 可能已經有些使用好幾本了 那如果要改這個姓名的話 真的是會比較那個 我們是講